今天是2018年11月11号 我叫许燕 是余文生律师的妻子 我后面的是徐州市的看守所 现在余文生律师被关在里面 她已经失去自由10个多月了 还没有回家 今天是她的生日 我首先还是希望她能够生日快乐 我和孩子 这10个多月生活非常困难 但是我会为了余文生律师继续努力 因为我相信她 我也相信公平正义法治 总有一天会到来 其实我知道余文生是一个很善良 很坚强的人 我一直也希望自己作为她的妻子 能够去坚强勇敢地面对一切 但是今天她的生日 我真的无法控制我的委屈和伤心 一方面我认为她不应该被关在这个里面 这么长时间 这是很不公平的从我家属的角度来说 其次就是我们家庭 对生日其实非常重视 以前我跟她结婚 马上就16年了 这16年来 每一年我们都会 一起过生日 我们三口人 每次谁过生日都会 给她煮 去买长寿面 然后煮面 然后会 每次煮好了以后 会选一颗最长的 然后放到一块 然后加给过生日的人 一口要吃下 例如 就余文生过生日 我和孩子会给她加 然后我过生日 余文生和孩子会给我加 然后孩子过生日 我和余文生会给她 加一个整个面条 然后还会买生日 蛋糕 买花 买巧克力 可是现在 这一切都 没法 做了 然后孩子 前几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孩子 还想到去 关心我 总之我是 希望在余文生 在里面 这个生日 也能快乐 能够希望 他能够照顾好自己 不管再难 我都会继续为他 努力 我也希望 公平正义 法治能早一天的到来 我也非常感谢 一直对余文生案件 关注和帮助的所有 所有人 谢谢大家 我还是希望 余文生能够照顾好自己 然后 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家 谢谢